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来小聊这两家公司吧 阿Villian Berhad 马股代号 发发发五 这家公司呢 今天就全天起了两分钱或者是10.53% 全天最高0.365 全天最低0.185 今天的全天最高呢 也是这家公司的52周最高 而且这家公司呢 其实是hotel group的 也就是做酒店行业的 到底投资者为什么突然之间呢 对这家公司有兴趣呢 是否和未来前景非常好呢 那么就不得而知了 但是个人认为 觉得炒作空间是非常的大的 这家公司NTA每股呢 是达到了0.2098 但是呢 这个行业呢 也就是酒店的行业呢 因为在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其实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而且呢 这几天都没什么量 这整个月以来呢 它的交易量都非常低 直到今天 它的交易量竟然达到了654个million那么多 它issue的share也只有946个million 也就是大约三分之二的股权是被交易了的 所以呢 感觉上炒作的那个意味是非常浓厚的 如果已经买入这家公司的朋友呢 希望你不是在三毛钱 或者是比0.21还高的买入 否则的话 其实还蛮难受的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截至3月31号2021年 Avillain Hotel Group这家公司手上握有的现金大概有多少呢 你可以看到截至3月31号2021年的时候呢 它的cash and bank balance呢 是达到了4.3个million 而它存在银行里面的FD呢 就有671千 加上来大概有一个5million吧 但是呢 它的current liability呢 要还的 liability呢 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的 单单只是看short term borrowing就好 就达到了43个million 而且一些track payable也达到了25个million 然而呢 最近它的股价突然炒高呢 是否意味着它要做一些私下配股 private placement 还是它要做right issue了呢 那么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毕竟它手上的现金有一点的困难啊 个人认为啊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接下来呢 也是一间最近起得非常凶的一家公司 Advanced Information Marketing Berhad AIM 马股代号0122 今天全天上涨9分前或者是14.75个percent 全天最低0.515 全天最高也是它的52周最高呢 是达到了每股0.8亿 你可以看到它的量是完全没有的 直到上个150的时候 突然它的价钱 蹦 起了起来 然而呢 到了今天呢 价量起来起了很高 而且呢 成交量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达到了55个million 55个million呢 大概是它20多巴仙的股权被交易了 毕竟这家公司呢 issue的share呢 只有266个million的share issue罢了 所以50个million呢 大概就是它四分之一 或者是20%吧 五分之一 20%的设备交易了 所以呢 接下来呢 还是有炒作的空间的 如果根据它这样的炒作的话 让我们明天的交易日再拭目一下吧 AIM这家公司呢 手上的Current Asset 还有Current FBT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一点点的 它手上的FT呢 就有2.8个million 手上有的现金呢 是750千 截至3月31号2021年的时候 如果呢 要应付完它的583千的Current FBT呢 其实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呢 健康在财务方面呢 它的现有方面呢 是不必那么的担心 但是这家公司是长期是亏多赚少的状态 而且呢 炒作的意味 当然 个人认为还是比较浓厚的 在这里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 在2月份 3月份 还有5月份的时候呢 它的一些股东呢 都有陆续买入AIM的股票 好 然而呢 我相信在这个月尾呢 它的6月30号2021年的季度爆表呢 就即将出炉了 到底是惊喜还是惊吓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这家公司吧 但是短期来说呢 我还是觉得炒作意味是非常的浓厚的 毕竟它的股票的52周新低呢 是在一毛多 直接起到了八毛钱 是整整八百个percent这样子啦 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呢 如果没有很好的基本面呢 其实可以说是被炒作的 除非呢 我也去看了一下还有没有一些消息面 接到一些重大的一些project 一些工程 并没有这方面的消息 所以呢 个人认为还是炒作意味是比较浓厚的 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赚到钱 谢谢大家的收看